我们现在看到的影像是衡阳保卫战的真实影像 视频的拍摄者是日军 他们拍摄影像的目的是为了宣传 这段视频的拍摄时间是1944年的6月份 我们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地图 是日军绘制的战略地图 在这之前的6月18号 日军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长沙攻占了 所以这段宣传片的解说员在说 他们预计在三天之内就拿下衡阳 当时的日军根本就没有想到 即使是30天 他们也没能拿下衡阳 而在衡阳战场 他们还将会遭受他们在中国战场的最大的一次重创 现在我们影像中出现的是日军的坦克兵 他们呢是正在向衡阳进发 因为当时是夏天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士兵的军装是非常薄的 现在我们镜头里的是日军的轰炸机 他们正在准备起飞 他们的任务呢是在正式开战之前去轰炸衡阳 现在我们镜头里出现的这一块就是山江 而这个位置呢正好就是衡阳 现在呢他们已经开始向衡阳扔炸弹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白色的云团 就是炸弹爆炸以后留下的 为了在三天之内就把衡阳拿下来 日军呢是做了很多的准备 他们调集了十多万的兵力 和一个战车师团 还有168架飞机和无数的大炮 从日军的这些准备就可以看出啊 他们把攻杖衡阳呢是看得非常重的 正是因为衡阳不仅仅是鱼米之乡 而且呢还是自古的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啊衡阳与重庆啊昆明 并列为战时中国的三大中心城市 它的税收居全国第二 被称为小南京啊小上海 也因为衡阳非常的特殊 所以在太平洋战场处于颓势的日军啊 迫切的想在衡阳呢扭转局面 当时的日军急于在中国战区呢 去开辟新的战场 所以呢他们在两个月以前 制定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 一号作战的目的是打通 由日本本土经朝鲜半岛 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到中南半岛 长远九千公里的运输线 而衡阳这个地方一旦被拿下 日军呢将会打通香跪线 直抵滇缅的铁路线 到那个时候啊 日军在中国战区就将长驱直入 日军的计划呢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军队啊也看出来了 当时的蒋介石也急于通过一场战争呢去树立他的威望 因为当时啊美国一直在考虑让蒋介石把兵权交给美国驻中国战区的总参谋长史迪威 蒋介石明白只有衡阳这场战打出了威望 他的军权才能被保住 可当时的衡阳呢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在日本人进攻之前 衡阳的第十师的师长他叫方先爵 他呢就因为和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 也就是学院呢有战略上的分歧而闹了矛盾了 在一个月之前他被免除了职务 因为日军入侵新上任的师长陈树农啊 以林郑换帅于作战不利为由是拒绝截人 而此时呢方先爵啊也因为怄气不肯担任军长 最终呢蒋介石是通过一通电话把方先爵给骂醒呢 他最终呢是决定放下一切的个人情绪 坚决为国家而战 之后呢他开始组织军队去积极应战啊 他呢还表决心说他会奋战到底 蒋介石当时给方先爵的秘密是 让他坚守衡扬十天到两周 他还说啊一旦出现了紧急情况 可以直接给他发密令 他承诺呢接到密令以后四十八小时之内就会派兵支援 实际上呢在当时啊 因为我方的手军只有一点七万人 加上装备落后 所以这场保卫战属于实力悬殊巨大的战争 让守军撑十天左右已经是非常难的任务了 现在的影响时间呢是到了1944年的6月22号 日军呢开始用左中右三面包抄的方式呢 向衡阳发起进攻了 然而由于衡阳的防御攻势太过坚固 加上守军奋力还击 所以日军的伤亡是非常惨重的 他们付出了两千多将士的伤亡 并且呢损失了一个师团长 但是呢依旧没有拿下衡阳 而此时 距离他们预计的攻城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天啊 所以呢 吉拉的日军啊 在7月11号的那天就发起了第二次的总攻 这次日军向衡阳成员 倾泄了大量的炸弹 燃烧弹和各种毒气弹 只要他们能找到的武器 他们都用上了 而此时的方先爵啊 已经带领着将士们奋起反击了 双方呢是在连湖台这个地方啊 激烈的厮杀了一天 日军的黑威连队付出了死伤过半的代价 但是呢 他们也依旧无法接近守军的核心阵力 根据日军的记载 当时的战况是这样的 经过十天十夜的恶战 1160团 整个前进了约400米 68师团 整个的前进了仅200米 从这份资料可以看出啊 当时的战斗是非常激烈的 在方先爵的指挥下呢 守军啊将阵地坚守和机动防御是相结合了 他们成功地打退了日军的第二次进攻 而此时 距离第十军守卫衡阳 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天了 早在作战之初啊 衡阳城已被日军团团的包围 失去了补给 四十多个日夜里 衡阳守军的粮食弹药 消耗是非常大的 而且呢 他没有办法去补给 然后伤兵呢 也一天比一天多 由于缺少医药 很多的伤兵在得不到及时医治的情况下 失去了生命 日军非常难以想象啊 他们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群将士 但是作为后世人 我们如果对方先爵有一些了解的话 会非常的容易理解他和将士们的顽强的抵抗 方先爵呢 是国民党将领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位 他毕业于黄浦军校的第三期 他性格非常执拗 说话也非常直 在军队里 他是出了名的敢于对天对地对所有 与此同时啊 他对将士呢 是非常义气的 所以他的下属呢 都是愿意和他出生入死的 他完完全全啊 是靠他的军功 一路从一个小连长走到了军长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啊 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但是实力再强 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 如果没有援兵的话 他也不可能一直坚守住 到了后期的时候 方先爵一直在死撑着等待援军 他每天呢都通过电台 向重庆方面去求援 但是 除了少量空投的物资之外 他一直没有等到任何的援兵 有一次方先爵他们通过电台 察觉到援军已经抵达了战区 他们也按照指示 派出了130人的敢死队去接应援军 然而 这支敢死队冲出去以后 却发现根本就没有援军的声音 敢死队再回到城里的时候 只剩下了30多人 从这些可以看出啊 蒋介石当时根本就不想给援军 根据史料的记载 当时张陵甫的大部队就在附近 但关键时刻呢 蒋介石却把他调走了 这是因为蒋介石急于想向全世界去证明 他的部队是非常能打的 所以呢 衡阳保卫帐越惨烈 他的威望和士气便也越高 他甚至希望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 战斗到只剩下一个战士 也正因此呢 发现决守城了40多天以后 但进梁安局之际 也没有等到一个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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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已经知道 自己会因此背上汉奸的骂名 但为了八千多富山将士的性命 他最终呢 选择了背负骂名 谈判达成以后 方先觉呢 是被关押到了衡阳的天主教堂 日军因为钦佩他的勇猛 而派军前往为他疗伤 并且呢 送去了香烟酒食去慰问 极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方先觉惨遭失败以后 他依旧是当时中国抗日的典范 大公报呢 在评论中说啊 拿衡阳做榜样 每个大城打47天 一个个的硬打 一处处的死拼 日本人在中国还能如此猖獗吗 如衡阳守军一般的中国将士 当为中华民族精神复兴的基础 也是因此呢 后来听说方先觉 要被日军编入先河军以后 蒋介石是震怒了 他担心自己 好容易树立起来的 抗日旗帜会倒塌 所以呢 就紧急派出了戴笠去营救 两个月以后的11月18号 方先觉呢 是被营救出来了 之后 他在重庆受到了热烈欢迎 蒋介石甚至亲自前往去接见他 到此时 方先觉呢 也真正地创下了一个战场的奇迹 做到了虽败犹荣 方先觉和将士们的衡阳保卫杖 虽然是惨败了 但他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企业 他也是中国的看战史上 敌我伤亡最多 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 他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